我们生活在时期中 人类从来没有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 传给世界上上星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平平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咨询屏幕上邮箱记者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 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 健身 歌唱 影评 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 都欢迎哦 狗狗出镜 别欢迎了 第二步呢 就是上传您的作品 给地球这端 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 圆端共享的方式 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 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 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摘家精彩生活了 还有狗狗 然后呢 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 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 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摘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摘家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林追问第88期 我是高法林 上一期我们说到 陕北肃反的急先锋代季英 毛泽东1951年针对代季英要关 说共产党不需要代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 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永不起用 河南省委呢 随即做出了双开的决定 但是我有疑问呢 不知道为什么80年代又对他平反 恢复党籍和省籍待遇 节目播出之后 我查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洪安县 湖北省洪安县编了洪安县革命史 主编郭家琪采访了很多老红军 包括代季英 代季英说 他被抓那天正在家里吃饭 听见外面有人喊他就出门查看 一出门就被蒙上双眼 带上车压到了郑州 1960年对他判刑15年 本来应该是1975年出狱 正赶上文革 就还是被监视居住 郭家琪披露 文革之后是一批原来的红25军老革命 为他活动 希望他安享晚年 有哪些人呢 其中有郭树申 1934年9月28号 厄与晚省委做出了对郭树申的决定 认定郭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 差点被处决 上次我们说到是徐海东救下了他 1935年9月 这个红25军呢就到了陕北 郭树申这个时候呢 担任的是红25军政治部主任 1935年9月17日他担任了中共闪干禁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红15军团的政治部主任 郭树申虽然挨过整 但是整别人也不含糊 李锐啊 曾经回忆过他40年代后期给高岗当秘书时 高岗是咬牙切齿的跟他讲述过 这是这是李锐的原话啊 咬牙切齿的跟他讲述过 郭树申把火钱烧红了 烙他的屁股 郭树申1978年年底 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副书记 1982年9月 列席了党的十二大 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位高权重 有能力给戴基因说话了 帮戴基因说话的还有韩仙楚 当年他在徐海东率领红25军到达陕北后 半年从营长快速提升到师长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先后担任过福州 福州部队兰州部队的司令员 1980年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后来又当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给戴基因说话的还有一个周世忠 长征时他是红25军224团团部的司号长 地位并不高 但是到1982年他担任了武汉军区司令员 有这些人帮忙 所以1982年戴基因处境改善 1984年平反恢复了党籍和省籍干部待遇 好我们接着说陕北肃反 1935年9月底 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乃至武力上都准备妥当了 所有的主角都到场了 肃反就各就各位 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眼里 西北根据地军事方针上是右倾机会主义 土改是富农路线 部队呢是土匪色彩 甚至怀疑张三是内奸 李四是特务都必须清洗 路线斗争就与肃反交织在一起 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 是这么对钦差大臣朱李治 介绍当时的干部的 刘志丹家里是地主 父亲是民团团总 刘志丹本人一贯右倾 是白军军官 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 高岗政治上弱 没有能力 文化程度低 最调皮导弹 开过小差 刘志丹高岗恢复红26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 他们是逃跑主义 陕北特委宣传部长马明芳 执行富农路线 张秀山 习仲勋是老好人 没有什么能力 马文锐被派到三边去 一年多没有回来 没有写过信 或者写过报告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元 要求朱李治到西北后 要信赖郭洪涛 朱李治呢 就偏听偏信 他这一个人先入为主 在仓促成立陕干进省委时 自己担任书记 就提拔这个郭洪涛当了副书记 苏返就此拉开了帷幕 1935年10月1日 他们逮捕了原陕干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 陕干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五个人 通宵秘密行训 陕干进省委政治保卫局代理局长戴继英 向省委书记朱李治汇报说 未经用刑 他们就供出了刘高十三人 刘是刘志丹 高是高岗 戴继英是撒谎 饿一碗苏期 他在那搞肃反 就素来以残酷著称 他在陕北也照样 不但动酷刑 而且亲自动手 陕干边东部地区革委会主席马文锐 当晚年回忆 戴继英亲自轮起鞭子 抽他 很急了 10月2日 戴继英派人又逮捕了曾经担任陕干边特委书记 和红26军政委的张秀山 逮了这么多人 酷刑之下 有些被捕人员只好胡乱招供 内容有刘志丹 高岗 张秀山 搞了右派反革命组织 名称叫前线委员会 前任书记是张秀山 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 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 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 张庆福山洞暴动 有秘密电台 刘志丹高岗勾结张庆福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等 在得到所谓的口供后 朱里志与陈子华立即定计 找借口调刘志丹回后方 秘密扣留审讯 10月4日 朱里志又要戴继英写信给前方 要求把高岗也调回后方来 戴继英写好了信 都没给朱里志看 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到前方了 主要针对赏干边根据地和红26军党政军干部的大逮捕 就此开始 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 逮捕了刘志丹高岗 陕干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 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 马文锐杨森等一大批干部 红26军营级以上 陕干边苏区县级以上的干部 全部予以关押 他们对被捕人员的迫害相当残酷 刘志丹被逮捕后 被戴上沉重的手铐和脚铁 出狱的时候 手铐和沉重的脚铁磨坏了他的手脚 写字都窝不住笔 走路蹒跚 他的家属也遭到诸连 妻子被编入劳改队 营长于振熙被抓后 被肃反的人用匕首 一刀刀的扎 一刀刀的剐 逼他承认是反革命 他致死也没有松口 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 在收到信之后 与军团长徐海东商量 让高岗回后方受审 徐海东不相信戴继英审问得出的口供 但是陈子华坚信不疑 高岗被捕后被严刑拷打 他极力的抗辩 说上一次红军打垮了 我化妆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 怎么说我是反革命 陈子华就立刻严厉的训斥高岗 陈子华和高岗就此翻脸 终生都没有原谅对方 十月的西北 夜晚寒冷 可是戴继英命令被捕人员 一律不准盖被子 手脚捆着睡觉 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 是戴继英等人重点逼供的对象 审讯逼供者昼夜不停地打他 刘景范当时已经患有重病 被打以后接连吐血 金上一尊的老爹习仲勋 被以党棍的罪名开除出党 撤销职务随后被诱补 聂红军给他罗志罪名说 第一骂群众是土匪 第二不搞土地革命 只分田地不分山地 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 最初他被关在王家平 后来押往闪干进省委驻地瓦瑶补 押解途中 给他头上套了一个 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 肩上还让他扛了两杆长枪 习仲勋在后来谈及这段历史的时候说 他说晚上睡觉时把人还是捆着 脚上脖子上还夹了绳子 他们搞法西斯审讯方式 天气那么冷 不给我们被子盖 晚上睡觉 绑着绳子上都长满了狮子 还有人拿着鞭子大刀 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 用刀背砍 10月5号 刘志丹受命从前线回瓦瑶堡 途中巧遇奉保卫局负责人之命 那就是那个戴继英了 奉他之命送信到前方的通信兵 通信兵出于对刘志丹的尊重和同情 不顾规定 把这封命令逮捕刘志丹的信给他看了 刘志丹面对诬陷 宁可牺牲自己 他连夜策马飞奔 10月6日凌晨抵达瓦瑶堡 对戴继英说 要捉我的信 我在半路上看到了 自己回来 戴继英呢 向朱里志汇报了这个情节 让朱里志大感惊诧 反革命还会自己回来 这个事情对他有触动 让他感到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太对头 10月7日 朱里志带着郭鸿涛一起审问张秀山 逼问他 蔡子伟已经供认你是右派 是他介绍你加入的 而且让你担任了右派的前委书记 你后来又发展了刘志丹高岗 你们最近又有秘密活动 你承认不承认 张秀山当然不承认 戴继英指使审讯者 对张秀山鼻子里面 灌辣子面 吊起来拷打 还用枪决来威胁他 张秀山宁死不招供 说我死没问题啊 二十六军创造不易 他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 他放声痛哭 并历声呼喊 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吧 这里边的干部全都是好的呀 哭诉引起了看守他们的红二十五军战士的疑问 哪有这样的反革命 自己死到临头 还要救二十六军同志 朱礼智也受到震撼 他对郭鸿涛说 肯定是弄错了 第二天 朱礼智要求前方停止捕人 并决定第一后方不再捕人 第二后方不再审讯被捕同志 他还告诉陈子华 后方没有刘高章的反革命证据 如果前方也无证据 后方准备释放他们 朱礼智赶到保卫局去会见习仲勋 对习说 现在有六七个右派供出了刘志丹高岗和你们 我们一时弄不清楚 只好暂时委屈你们一下 但是呢 他就送了棉被给他们 可见啊 在陕北肃反中啊 朱礼智多少还保持了一丝务实和理性的态度 郭鸿涛后来也回忆说 抓了张秀山之后 审讯了之后啊 他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和作为 他对旁边的人说过 杀了我的头 我也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 陕北肃反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说法不一 有的说三个月 肯定不对 有的回忆或专注中说 从十月一号开始是八天 有人说是到十月底结束 我看呢 朱礼智和郭鸿涛这些肃反策划者 是在八天之后感觉到不太对头 开始收缩 停止了捕人 停止了审讯 停止了杀人 但是在下面 远远不止八天 就在中央红军在十月中旬来了之后 中央代表明确的要求停止之后 下面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陕北肃反究竟错杀了多少人 我看到的说法不一 二百人 二百三十人 二百六十人 等这些数字都有 几十年之后有人质问 说杀了二百人 杀了谁 但是二百人这个数字 是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 开了88天的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 形成的决议 这个决议里面说的 本世纪出版的朱里智传中明确指出 已有定论的是 陕北肃反权过程中 后方没有杀一个人 错杀发生在前方 但是前方错杀了多少呢 书中也没有介绍这个数字 另外我看到有材料说 错杀了陕干边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 陕干边的副委会主任张景文 陕干边的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婉 和陕干边军委副秘书长杨浩 等二百多干部 张秀山王兆湘等人的父亲 也被朱连杀害 这个朱里智传呢 对朱里智颇有些开拓之词 把陕北肃反和中央苏区 厄与晚苏区 湘厄西苏区等地的肃反 进行了比较 列出了一些特点 例如说这个陕北肃反 持续时间最短 损失最小 整个肃反后方没杀一个人 这几条呢 我估计可能争议不太大 但是他这个 他说了五条啊 其中第三条 有领导者自己发现错误 并自行停止 这就与我们过去了解的 中共党史书上公认的 中央红军来了之后 才制止了肃反 下令刀下留人 这就不相符合了 与高岗习仲勋等人 后来多次说过的 中央救高岗 中央救陕北 这些话呢也是矛盾的 我不知道 这与朱理智的儿子朱家木 先后担任过胡乔木和陈云的秘书 当后来还当上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有没有关系 习仲勋后来就说过嘛 毛主席晚到五天 晚到四天 对不起我说错了 晚到四天 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 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其他史料也记载 朱理智下令在瓦窑埔 挖了一个两丈深 三丈长 八尺宽的大坑 打算活埋 刘志丹 高岗等人 在逮捕他们时 已经不准备给他们留生路了 准备一杀了之 肃反还造成了其他的恶果 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 根据地陷入危机 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 元二十五军 与原来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 二十七军 关系恶化 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 后来杨尚昆呢 中央红军的杨尚昆 遇到了原八十一师师长贺靖年 贺靖年告诉杨尚昆 如果中央不来 我们就要同厄与晚来的红二十五军 他们打起来了 八十一师也是陕北的红军 但还不是肃反的重点 矛盾就已经激化到这样一触即发的程度 肃反的重灾区是红二十六军 那不言而喻就肯定更为严重 西北根据地内部的矛盾 令郭鸿涛也感到忧虑 他后来回忆 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 前方军心完全动摇 一连一排一班的逃跑 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 老百姓甚至传说 红二十五军是白军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二十六军的 恐怖怀疑的气氛弥漫 随时有可能调转枪口 来对付这些搞肃反的领导人和他们指挥的红二十五军 我们节目开头讲了代季英 最后呢 我也想回到代季英 新向阳黄文志这两个人呢 在干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6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 探讨代季英的命运 其中披露说 代季英的父亲代寿云 大革命时期与董碧武有过交往 算是一个支持革命的开明知识分子 但是1933年冬 代寿云 他这个父亲呢 代季英的父亲呢 被国民党烧死 母亲被当地土豪打死 代季英有兄弟五人 四个兄弟 他是老三呢 上面两个哥哥 下面两个弟弟 全部为革命牺牲 二哥代季伦 是在红二十五军肃反中 被错杀的 代季英为什么搞起肃反来 那么穷雄极恶 好几个老红军说 因为张国焘当时主持 厄与晚苏区反富农 代季英也不被相信 特委省委都不要他 以后调到保卫局工作 名义上是工作 实际上是监事 我看这句话点出了要害 张国焘大力整肃富农 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 为主体的地方领导群体 明确提出了 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党可以原谅三分 倘若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 就要加重三分 这是他的原话 他明确的这么说 那么代季英的内心深处 就渗透了随时可能被清洗 甚至被杀头的不安全感 为了表明自己对革命忠诚 坚定 他就比别人更激烈的大搞逼供信 这种心态 我们这一辈人在文革中见到很多 有些黑五类 急于表现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 做的比红五类激进得多 也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安全感 代季英因为出身 因为哥哥在肃反中被错杀 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 要表现对内奸和错误路线不共戴天 他杀了无数问不出口供的红军官兵 整了郭树生这样的人 郭树生也同样 自己差点被杀 于是要表现自己的忠诚坚决 就拿火钱去烫高岗的屁股 逼供 高岗也同样 整起人来毫不手软 当然不是说 所有人都是这样了 像习仲勋就不是这样 但是呢 一招拳在手 便把一招拳在手 便把拧来行 这样的人是相当多的 整人的邪恶 就是这样构成了 长得无穷无尽的传递链 常识和人性 就是这样成为 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陕北肃反 就是中共百年来 百年来内斗的缩影 陕北肃反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对陕北肃反的评价 对真相的追寻 对各种角色的认定 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经历过很多次 翻烧饼那样的回合 这与高岗地位的巨声和猛爹 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来讲吧 感谢各位收看收听 请大家多多批批评指正 并请订阅明镜历史台 再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